大家好,我是Kyogei 昨天我們介紹了東京最主要購物的兩個地方 就是涉谷和元素 今天我就帶大家去其他地方 看看東京還有什麼旅遊的景點可以去 首先第一個就是大家 有電話 不聽了 第一個就是新宿 新宿的日文我們讀作 新宿 新宿 新宿應該是香港人比較熟悉的地方 還有它有很多電車的終點站 所以大家經常搭電車的時候 都會聽到它的文 所以大家對這個日文的讀法應該是不難的 新宿裡面是有什麼呢 除了很有名的 江姆忌丁 江姆忌丁我們會讀 Kabukizo 另外也有新宿的御苑 就是可以去提櫻花 是很漂亮的 那我有一年的時候 都去了這個御苑看櫻花 是超多人 還有超多人 但是呢 因為它是超大的 所以大家不用怕 很擠很多人 還有你可以看到很漂亮 很多不同的櫻花 說了這麼久 這個新宿御苑的日文 我們會讀作 新宿御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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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來說 就覺得新宿 如果走街的話 是沒有元宿 和攝谷這麼多東西看的 但是新宿 就會有很多夾娃娃的店 不過我覺得它的感覺 是特別難夾的 所以我都建議大家去新宿的話 可以走一下它的百貨公司 是比較吸引的 或者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搭車的地方 一個轉車站 譬如你去湘巾的話 你也需要去那裡 轉另一輛電車的 下一個要說的就是銀座 銀座的日文叫做 那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銀座就是那些名店區 就是我這些平民去到 是買不到東西的 純粹去逛街感受這個風景的 那我那次是晚上去銀座的 就在大道上面客 還有它有那些聖誕的裝飾 閃亮亮的 都蠻漂亮的 而且很感受到高級的氣息 雖然我個人不是很高級 好像有點奇怪 這樣說 但是銀座那裡 為什麼我會去呢 明知道沒有東西賣的話 因為我們這些 喜歡購物的人 當然是有目的去一個目的地 那我會去的原因是 因為那裡有間百貨公司 是賣這個精品玩具的 那那裡有我喜歡的鬆弛紅 還有這個青蛙 那所以我又去到看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銀座那間玩具店看看的 因為都很多漂亮的精品 還有可能少人去的 那所以有些 你外面買不到的精品 在那裡都能夠買到的 好 接下來介紹的四個地方 我都沒有去過的 但是我就為大家介紹一下 他的日文怎麼說 那如果各位同學 有去過這四個地方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他大概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那我就會下次去東京的時候 去看一下 那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日本橋 日本橋的話 我們會讀做 日本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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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大阪 也有一個地方叫做 日本橋 那我知道那個地方 就是買一些模型啊 玩具那樣的 那不知道東京那個是怎樣的呢 下一個要說的呢 就是 竹地市場 那很多香港人都應該也有去過 不過呢 對我來說 那個地方實在太遠 然後又要太早起床 那我這些懶人 要睡到自然醒的 那所以就永遠都沒有去過 竹地市場的 還有呢 我經常都覺得 日本是沒有東西不好吃的 那所以呢 想吃好的 切身啊 壽司啊 都不一定要去到竹地市場的 不過呢 如果大家都真的有興趣去體驗一下 感受一下的話 都可以去一去的 但我聽一些日本人呢 其實他們自己都不會去竹地市場的 對了 那這裡我都為大家介紹一下 竹地市場的日文呢 我們會讀做 竹地市場的日文呢 竹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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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呢 我是想去的 但是沒去過的地方 就叫做 遊樂町啊 遊樂町的日文呢 我們叫做 遊樂町 遊樂町 那我對這個地方的認識呢 是完全是零的 那如果大家有去過的話呢 可以告訴我呢 究竟他值不值得去呢 還有有些什麼看的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先說了這麼多 那今天介紹的地方呢 我只去過這個 新宿 和銀座街 其他地方呢 是有興趣 但是還沒去的 那樣呢 有實際去過的朋友呢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究竟他有些什麼看啊 還有值不值得去啊 或者有些什麼很特別的東西呢 是旅遊書沒有介紹 也可以在下面呢 分享給大家知道的 那如果你今天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啦 如果你想看到一些新的資訊 就要追蹤Facebook 和IG啦 另外IG會有這個 三字卡門集的 那我們下個星期呢 再帶大家去這個 池袋 那邊 介紹一下不同的地方 是怎樣說的 對啦 因為我還沒想到池袋 之後還有些什麼 我們再看看資料先 對啦 那我們下個禮拜見啦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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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